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琪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有点疲惫 脸色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今天就给自己炖一个乌鸡汤 好好地犒劳一下自己 这个也是我经常会喝的汤 用来补气血的,效果非常的好哦 所需要的材料也非常的简单 加干货店基本上都可以买得到 淮山,枸杞,姜片,黄芪,红枣,党参,乌鸡 乌鸡,提前清洗干净 之后将内脏这类的东西刮掉,清洗干净 如果怕油的话,可以去掉鸡皮 先把干货类的汤料清洗干净,枸杞和姜片 就不用放下去一起清洗了 姜片提前洗过了,枸杞的话 要到最后再清洗,放入汤里 所以这里也不用清洗枸杞 将干货类的汤料清洗干净之后备用 接下来处理乌鸡 乌鸡冷水下锅,下入姜片和料酒去腥味 大火堵住沸腾,抵去表面上的沸沫 避免沾在右上不好清洗 再煮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 用夹子,姜片夹起来 之后再用温水冲洗干净 提前烧好一锅热水 把鸡肉放入 再把刚刚提前清洗干净的食材和姜片 一起放入锅中 大火煮至沸腾之后再转成小火 盖上盖子,小火煲30分钟左右 接下来处理山药 山药消去外皮,记得戴上手套 山药的黏液直接触碰到皮肤 很明明会让人手痒 消去外皮之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再滚刀切成大块 将切好的山药放入冷水中浸泡起来 因为山药在去皮以后 会和氧气进行接触 发生氧化,很容易就会出现发黑的情况 等30分钟后 就可以把切好的山药放入汤中 再用小火继续煲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山药再软烂一些的话 可以再煲个10-20分钟左右 不过我这个刚刚好,软糯而不烂 再加一把枸桔和加一点点盐调味就完成了 汤非常的鲜美,肉质,软烂 淮山也软糯不烂 除了盐不用再加任何多余的调味料 简简单单的,味道就非常的棒了 这道汤对冬日里手脚冰冻的人 多喝一点这道汤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喜欢的小伙伴们就动手尝试一下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评论区下方留言给我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的 还没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哟 我们下期就见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